来趴Crew 来看一下 没有 这我老师这个 喝不了火 这话就看你了 卧槽 看看这个铺有多大 这个在Western 算一个普通Lars Lars got me feeling like a soul I should go before I'm up Oh no Lars got me feeling like a soul I should go before I'm up Oh no 别把他们回了 来 来 行侣裤 看看 我觉得我裤子已经够大了 然后跟他这种体系一块 你这能装两个腿吧 好一个一个 还有小高 小红书贴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你们两个是哪有雪去哪 全是 就全年不休滑雪是不是 太羡慕了 什么时候去澳洲 夏州 夏州 有一年你还记得吗 就是说咱们一起考到二级 对对对 当时呢我觉得 Stan就是一个正常人类 这个台并 对 现在我去 你这怎么突然间就练起来 澳洲滑了全年一直在学 不玩park的人 最关心那个问题 就是你们玩park受伤分 受伤分肯定是会受伤分 对对对 你们还好就是 带全身脚 哦 对很硬很硬 然后还有背甲 背甲 中脚 对 这个就是尽量延长完公园的寿命 Media上或者Lars上 能跳一个标准的3 能抓摆3 就已经算是 对不对 行业里面的翘楚了 现在我感觉都是偏轴转了都是 都是带cock了 第二呢就是说国内有些朋友现在就是说 可能玩的更凶一点 因为 论公园来说的话 国内训练的条件更好一些 对对对 就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雪啊 呃 比如说就今天的雪 早上不能晃对不对 太冰了 对 再晚一点的话也不能晃 因为太 太slushy了 对对 就就就差不多3到4个小时吧 嗯 然后呢像比如前两天 其实还下一点雪了 那那种雪呢又不能晃了 太黏了 对对 那或者是下粉雪也不能晃 反正 对对对 或者是充粉了 对 哎我靠 果然一拍就不行 哇 可以 哇 有 杀人了 杀人了 好棒 水 耶 有幸坐在两位大神旁边能不能沾点你们的这个感觉 没啥感觉 Kavin一步一步走来 我都在Gross那个群里面关注着你们 太强了太强了 就是你还记得去年我做了一期视频 不是跳了一个后空翻吗 在蹦绳上还不怎么改后空翻 对我不敢 然后现在你觉得你跨口能够多少 跨口5 而且是在就是Gross的Extra Large上面 Large 去年的话最强的招可能比如说360是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在Large上面跳正转360和反转360像像你那样 我就人生满足了 就今年的话就已经再见了 就已经是看红牛选手的时候眼神看见了 其实我去年你觉得怎么能进步这么快的 你得要怎么说呢 然后要麻痹一下自己 就是说你要尽可能的去安全的去尝试 其实一步步走来我们还是看到就是还是服气的啊 就是还是觉得啊 对不对我天天这么滑我也难是不是 但是左边这位逗逗就不一样了 你这哎你这什么时候学的滑雪 去年是正式的第一个血迹 哈哈哈哈 等会等会我跟拍他一下啊 就是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一个血迹滑成什么样啊 就是我我一直在视频里说就是因为我滑雪也十几年了嘛 我一直在说就是说呃所有所有的技术里面啊 泰克应该是最难的吧对不对 对啊 但是呢在在不适用于逗走 你是不是有什么作弊手段 是不是开了开了挂是不是还是什么啊 也没有吧就是你一定一开始都会很害怕 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想做一件事 你一定要勇于尝试啊 还有就是不要就是你不会做一件事的时候 然后多去观察别人怎么做对对对我在girls山上学到很多 外国的这些local很厉害的华盛 他给他们给我很多提法他们就教我 你一定就是平时也要跟他们打好关系 这个这样你玩的时候也不会孤单 对大家互相对还是要互相鼓励对 这不是莽撞一定是确定自己有这个能力之后 对我能跳我大概能跳我感觉有了 我至少不是飞起来整个人都是伞的状态 我才会去 我要跟我朋友一起玩一个 我要试一个 哇靠 哇 这个是什么 我 哇 哇 還可以 哦呀 飛機飛機的走完了 他還摘到 好有情花也出来了 你不用叫绝 你跟拍多少钱 跟拍多少钱一趟 10块钱一趟 大家快来报名 只要Ostin跟拍 想做的动作成 还是一如既往松 估计是到了年纪了 帕克的确是一直以来的爱 包括Ostin也是不是 虽然说每年进步的 现在越来越少了 然后也越来越怂了 能不退步就好了 对 但是还是最好 能给自己定点目标 然后经常跟他们年轻人 玩一玩是不是 这样子才能有进步